你好,我是刘老师 上一次课我们的话题是说说艺术 这次的话题是名人 好,现在我们开始 名人的意思就是有名的人 比如这张图片中,坐在中间的这个人就是名人 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 旁边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看起来是记者 他们在干什么呢 看起来是在采访,问各种问题 莫言在接受采访 今天我们来听一段采访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著名作家莫言老师 网友们熟悉莫言老师的小说已经很久了 大家很想知道您创作的小说灵感来源是什么 故乡可以算是一个最大的来源 因为我很多的人物,很多的故事都是从故乡生发出来的 还有很多故事是我在北京、天津经历到的 甚至我从国外电影上看到的,从外国作家书里读到的,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 这样我才能持续不断地创作 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下来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 一种是文人文化 另外一种是民间文化 您的作品好像更多体现民间文化 您有什么看法? 每一个作家接受的文人文化都差不多 如果仅有文人文化,那么所有作家的作品应该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作家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 因为我们接受来自民间的文化不一样 这块东西对一个作家的风格是至关重要的 您对网络对文学的影响有什么看法? 网络文学毫无疑问给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通过网络写作,很多年轻的写手冒了出来 然后重新回归到传统的出版方式出书 这是好事 网络文学有自己的鲜明风格 那种想象力,那种语言的跳跃感和朝气蓬勃的力量 这都是用纸笔写作很难达到的 这样的写作势必会影响我们的文学 您最近有没有看过网络的作品? 看过?我曾经看过郭敬明写的《幻城》 我觉得写得蛮好的 他写的和我写的是根本不一样 他写的东西我写不了 我写的可能他也写不了 这个被采访的人是谁呢? 他认为他的灵感主要来自哪里? 对于网络文学,他有什么看法?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些生词 墨言 我们可以说墨言是小说家 红高粱是墨言的作品 来源 我们可以说材料的来源 灵感的来源 故乡 我们可以说我的故乡 回故乡 生发 生发 我们可以说小说是从这件事情生发出来的 持续 我们可以说持续下语 持续写小说 民间 我们可以说民间文学 民间传说 体现 我们可以说体现中国文化 体现这个原则 风格 风格 我们可以说不同风格 体现了他的风格 至关重要 至关重要的意思就是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说 对一个人水至关重要 空气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毫无疑问会同意 提供 我们可以说提供饮料 提供机会 施展 可以说施展他的能力 没办法施展 才华 可以说他很有才华 施展才华 写手 写手 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作家 只不过呢 是他用在年轻的和网络的这种作家更多一些 我们可以说 他是个年轻的写手 很多网络写手 这种手的用法呢 我们也可以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比如我们还可以说歌手 唱歌的人 水手 是 船上工作的人 冒 我们可以说 他突然冒出来了 一些过去不知名的写手冒出来了 回归 可以说 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 香港回归中国 鲜明 可以说 观点鲜明 鲜明的风格 跳跃感 我们可以说 语言的跳跃感 朝气蓬勃 可以说 朝气蓬勃的青年 这些人朝气蓬勃 势必 可以说 他们势必要打起来 手机势必改变人们的生活 曾经 可以说 他曾经说过 我曾经去过 郭敬明 郭敬明是一个有名的年轻作家 幻成 幻成是郭敬明写的一部小说 满 就是狠的意思 我们可以说 蛮好的 蛮漂亮的 根本 可以说 根本不一样 根本不相信 下面呢 我们再听一遍 请大家也是先看一下 这个五个问题的 ABCD 下面我们听一下 比26到30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著名作家墨言老师 网友们熟悉墨言老师的小说已经很久了 大家很想知道您创作的小说灵感来源是什么 故乡可以算是一个最大的来源 因为我很多的人物 很多的故事都是从故乡生发出来的 还有很多故事是我在北京天津经历到的 甚至我从国外电影上看到的 从外国作家书里读到的 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 这样我才能持续不断地创作 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下来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 一种是文人文化 另外一种是民间文化 您的作品好像更多体现民间文化 您有什么看法 每一个作家接受的文人文化都差不多 如果仅有文人文化 那么所有作家的作品应该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作家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 因为我们接受来自民间的文化不一样 这块东西对一个作家的风格是至关重要的 您对网络对文学的影响有什么看法 网络文学毫无疑问 给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作者 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通过网络写作 很多年轻的写手冒了出来 然后重新回归到传统的出版方式出书 这是好事 网络文学有自己的鲜明风格 那种想象力 那种语言的跳跃感和朝气蓬勃的力量 这都是用纸笔写作很难达到的 这样的写作势必会影响我们的文学 您最近有没有看过网络的作品 看过 我曾经看过郭敬明写的《幻城》 我觉得写得蛮好的 他写的和我写的是根本不一样 他写的东西我写不了 我写的可能他也写不了 26 男的的创作灵感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27 男的认为民间文化对写作有什么影响? 28 很多年轻的写手冒了出来 主要是什么意思? 29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30 男的怎么看待郭敬明的作品?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26 男的创作灵感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应该是A 故乡 27 男的认为民间文化对写作有什么影响? 答案应该是D 让作家具有不同的风格 28 很多年轻的写手冒了出来 主要是什么意思? 答案应该是B 出现了许多年轻作者 29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答案应该是B 认同网络文学 30 男的怎么看待郭敬明的? 郭敬明的作品 答案应该是B 和自己风格完全不同 这个怎么样? 你说的对吗? 下面我们看一下采访的录音文本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五个问题 现在你都懂了吗? 那么我再问你两个问题 你对哪几个名人很感兴趣? 为什么? 中国的名人你知道哪些? 请你和朋友说一说 或者在讨论区里写一写 这个在六集听力当中呢 关于名人 还有这样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名人介绍 像张衡 毛顿等等 还有呢 采访名人 这个比较多 比如 李宁品牌 刘新武 改写《红楼梦》 王安逸 谈创作 画家吴冠中 谈放弃功课 改学艺术 也有一些名人故事 比如老舍收藏 邓亚平练乒乒乓球等等 今天我们学习的话题是名人 下课以后还有几道题 要请你做一下 好 再见